2016童话祭就要在5月1号开始进行了 而在瑞芳区到底有哪些油桶的秘境呢 现在的报道来告诉你 瑞芳童话祭即将在5月1日登场 每年都吸引不少人前来赏童 在童话树下漫游四角亭美窑场 古炮台都是一大享受 今年更是推出三条赏童路线 让民众一保眼福 还有三线的一个接驳车 从早上9点我们就在瑞芳的火车站 有发接驳车可以到会场 另外在会场我们有两线的接驳车 可以带着我们的现场的民众 一起到美窑还有我们的四角亭炮台 这个沿线都有非常多的一个童话 那欢迎大家能够寻走这条路线 一起跟我们赏游童话 区长表示今年三条赏童话的路线 搭配有三条接驳专车 让大人小孩都能轻松赏童话 另外主场吉安宫更是有客家麻吉和仙草 让民众赏童之余还能祭武藏庙 那现场呢我们有当地 我们在地的一些美食特色的一个文化 还有在地一些艺文团体的一些表演 那非常的一个精彩 同时呢我们现场也有闯关的游戏 那在闯关盖三个抽章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呢领得我们在瑞芳最有名的这个插花柜 可以让民众呢享受 另外活动当天还有客家传统服饰 及农具供民众变装 趣味闯关只要买三个章 就可以换取在地民产 数量有限 欢迎大家当天西家贷券一起来参加 解成为瑞芳采访报道